成績不好的 但當他一轉去讀副學士 或者高級文憑 因為環境不同了 他整個人脫胎換骨 因為學習方法不同了 他完全不同了 你問問自己 你是不是喜歡在中學的環境去讀 有同學他懂很多東西 但他是守不到規矩的 他明明他很有心去學習 不過他不喜歡穿校服 不喜歡坐定定 所以最後成績就不好 所以你會見到 能力其實跟學習模式 跟考核模式是有關的 那什麼叫考核模式呢 我平時中學就坐定定 公開試寫東西的 但是你去到大學 或者去到副學士 或者讀其他東西 你不需要考那麼多文字的試 你可能是做Present 可能是做Project 或者是實習的 所以你會見到 很多時候有些同學 他不是一個人不行的 只不過他的考試不配合他 搞到他不行的 OK 所以你問自己 哪一件事是你對的 找一個適合你的方法 OK 好繼續 性格 性格 性格跟職業選擇有沒有關係的 有很多人覺得有關係 在美國也覺得很有關係的 那麼他分了六類的人 就可以幫他去做職業的選擇 那麼 有用的 我自己覺得有用的 不過有兩個提醒 第一就是 心理測驗 未必很準的 尤其是你做的心理測驗 是十條就搞定的那些 是更加錯的 我再說一次 別人做的很專業的 是二百多條的 那麼所以第一樣 如果你做了一個心理測驗 或者做了一個性格的分析 就是十條 或者二十條的話 通常是錯的 第二個 就是性格 通常是 十八歲 至二十一歲才定型的 那麼所以如果你現在是十五歲 十六歲的話 很多時候你的性格 是未定的 還會有改變的 那麼所以如果你太小的話 不要那麼快做 或者不要那麼快認定自己 是哪一類型的人 可能有害 OK 那麼環境 環境就是 大家想知道的資料 例如 那個院校有沒有開過科目 或者是他的最低收生要求 或者是那個就業的出路 行不行 那麼這件事情大家都會 都會忽略的 例如說回剛才的同學 就是很好成績的那個 何同學 他最後讀過心理學 但是我自己也有點擔心 我怕他三年後又轉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 讀心理學是做不到心理學家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如果你讀心理學的學士 是不足以令你去考牌的 你讀完之後 還要再讀碩士 再去經過一些測驗考試才可以做的 所以有些人呢 舉個例子 他不知道這些資訊 就去讀的話呢 就會有一些困難了 OK 所以我自己覺得呢 環境 即是說一些升學的資料 大家要知道的 那麼有兩個資料 是不是中陸同學來的 是不是中陸同學來的 OK 那我講一講 第一個 你知不知道E-Apps的 你可能知道的 大家都會知道 E-Apps是一個平台 讓同學呢 可以一次過去報 所有的自知學士 或者是高級民憑 但你要留意一件事 他的期限是5月20號 但這個期限只是E-Apps的期限 就不代表院校的期限 那些個別有些 5月20號之後呢 都可以報的 OK 所以同學要留意這件事 那麼另外有些院校呢 雖然他在E-Apps上可以報 但是他的截止日期呢 一早已經過了 例如什麼 I-Fi 行不行 I-Fi 雖然在E-Apps上可以報 但是他的期限是2月29號 所以你去到這一刻 如果你今晚回去 才去報E-Apps的話 其實 是不能報到I-Fi 行不行 所以要留意一下 OK 另外有一個很接近的期限 我也想跟大家說的 就是 3月23 下個星期五 就是去台灣的一個 免試聯招的期限 那麼 今年很多人去台灣讀 為什麼 因為以前去台灣讀是要考試的 現在呢 不需要考試 只要拿你那個香港文憑事成績 就可以過去的了 所以同學呢 如果有興趣去台灣讀 都可以試一下 記住這個期限是下個星期五 下個星期五 他最後做獸醫 但是最後是不能埋葬業的 第一就是很難 因為很難讀 第二就是 讀獸醫跟他想像中是不同的 很多人讀獸醫 為什麼呢 因為他喜歡小動物 他很有愛心 家裡養了很多隻狗 很喜歡小動物 所以去讀獸醫 但是他讀到兩三年之後 他就不讀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跟一些人說 我讀到這個獸醫 其實沒有機會看到小動物 每次看到小動物 都是死死下的 或者死了的才能看到 所以他很不開心 每天看到死的動物 就不是看到很可愛的動物 所以他就不想讀了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例子 很多時候我們選擇一件事 可能你是錯誤資訊的 所以留意一下 好 最後一件意見 當然要問問家人 問問朋友 問思想 但是要留意一件事 留意些什麼呢 就是不要人報你又報 因為你的選擇是四年 或者三年 或者兩年 所以這件事要留意 第二件事 沒有什麼家長 有家長說 溝通 有時候你跟他談 他未必跟你談 你是家長 跟小朋友去談升學 他可能不理你 當中有很多竅門 但是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升學這些這麼大的項目 是沒有什麼可能 在一時三刻五分鐘之內 他又沒有想過 變成有想的 行不行 但是我們的家長 或者老師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就很相信自己的說話 很覺得自己說完兩句 小朋友由不乖變成乖 是不是 那些家長經常都是這樣的 希望說完五分鐘的事 或者一個小時的事 讓他由不懂得想 變成懂得想 但其實是沒有可能的 行不行 但是我給你一個提示 就是你跟他說 其實他內心都會在想 他內心都有些事情翻騰 或者有些事情在思考 所以你可以照跟他說一說 升學的意見 但是說完之後 給他一些時間去消化 他會有所改變 這就要留意 好 最後一張短片 最後一張短片 想說什麼呢 想給大家看一個塔 我想說就是 升學跟其他的選擇 是完全不同的 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呢 就是升學的選擇 很多時候的結果 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後 才會反映到的 你現在選了一科去讀 你可能幾年後才發覺你不喜歡 甚至乎你出來做事 做回相關的事 你才發覺自己是不喜歡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升學的選擇 在五年後 或者在十年後才反映出來 所以我想說就是 如果你今天去下一個決定 是關於升學 或者是就業的 希望你想遠一點 想遠一點 不要說 例如現在 舉個例子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現在香港很需要護士 舉個例子 有很多人就想 他需要護士 就是說我出來很多人爭 人工也好 那我不如去讀護士 但是你出來之後 是四年後 或者五年後 那個環境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的 所以我想說就是 在升學裡面 的選擇就好像 你要登上這個塔的塔頂 看遠一點 看闊一點 那這個選擇 通常會是合適一點的 我要說的東西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